水泥署針對缺水危機在高雄進行問卷 當地居民表示 希望不要再擴張工業用水 一缺水就想到去美濃起水庫 高雄大缺水導致在美濃起水庫呼聲再起 水泥署在高雄透過問卷 希望收集興建美濃水庫 或者是高平大湖水庫的民意 但根據初步統計結果 美濃、三林、里港等水庫區附近區域 有高比例反對都回區個半支持 但也相當多反對聲音 是一場在大林浦反工業擴張的遊行 美濃居民表示透過補水、折水等多元取水方案 其實高雄民生用水不缺水 反而應該檢討工業高度擴張製造的用水缺口 面對高平地、連連水坊 很多居民反對 在興建水庫之下 政府應該思考利用自然環境的取水補水 以及加速工廠和都匯的折水回收 以多元取水方案來面對水坊危機